台北市和中央在信义区核推口罩贩卖机 原本打算下个星期要全面拓展到12个行政区 但这样的目标恐怕要跳票了 副市长黄珊珊说 目前万华区跟大同区的健保药局 这口罩比较快卖光 因此未来贩卖机将会优先设在比较快法拉区域上 至于是否要进军校园 黄珊珊则说只要中央同意就不排除 我应该就是洗手洗得不够多 所以就感冒就生病了 声音听起来还有点沙哑 返回工作岗位的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注释捐赠仪式 要让校园防疫再补血 不过眼前让他伤脑筋的 口罩贩卖机12区扩增计划可能延后 要做现场位置的确认 第三个要做人力配置的调整 那同时上线12个行政区会比较新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会先就和控制可以准备好的部分 先选定几个行政区先做处理 目前台北市健保药局卖口罩 以万华区和大同区几乎授庆 但南港大安区因为健保药局密度较高 口罩还有剩 因此会朝口罩购买率较高的地区 先摆放贩卖机 未来更不排除进军校园 卖口罩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认为 学校是最容易发送口罩的地方 因为孩子都是很具体对象 当时一开始 1月份的时候其实市长就有说过 我们台北市的孩子都有 悠悠卡学生证 所以其实都可以用 悠悠卡学生证来认证 柯文哲想靠贩卖机超前部署 领先各县市 不过还是得中央先点头 记者予其上热生台北什么岛 谢谢